在烏克蘭戰爭裡面 他就看到老的武器 可以用新的技術 這個A-10不是早就要退役了嗎 A-10本來就是一直要退役了 過去的時候 它是空中炮艇 空中炮艇它在最成名的時候 就是第一次的波灣戰爭 那個坦克車公路 400架坦克全部打死 因為它從上面居高臨下 然後它是立於向下直接的攻擊 所以可是 那後面人家有說 這樣一個飛機 飛行的又不好飛行 是不是要退役退役 結果演繹20年 演繹20年之後 美國就開始根據原來的架構 又改了 你現在看到沒有 它過去是用機炮 要碰碰碰碰碰從空中上猛打 現在機炮太浪費了 16枚GBU-39的小石金炸彈 這是有智慧 有腦袋會自己去自主 找目標的飛彈 重點你要看到GBU這幾個字 這個叫做鑽地彈 所以它就是飛在上面 你就躲到壕溝 你就躲到岩體裡面 這樣給你搭下去 然後它的這個控制 當然就是如果什麼樣在過去 這個飛行的狀況之下 而且是要俯衝對地攻擊的時候 速度還有整個機翼是不穩定 我還可以精準地打擊 這變成全世界最精準的 就是美國 其實它慢慢地就是不斷地前進 那這前進裡面 當然晶片要抓在手裡了 關鍵領主機要抓在手裡了 包含是 我們不是現在想說 單兵作戰也很重要嗎 單兵作戰也很重要嗎 單兵作戰也很重要 我們這次在烏克蘭戰爭裡面 就看到了 單兵的刺針 單兵的標槍 然後美國呢 現在覺得說 如果我一個單兵就可以這麼強的話 他們過去只有這種反戰車武器 M2啊 M1對不對 那現在想說 那我只是打坦克車 太浪費了 他們開始在研發 開始就新的 就是找了瑞典合作 開始把這無坐力炮 因為無坐力是後坐力 無後坐力炮 是什麼 你就不用像我們以前看到 那個 倒退好幾步 ISIS 打了後面一個人被打出去 對不對 然後無後坐力 最重要的是 彈頭要改變 對 彈頭變成多工人彈頭 今天碰到碉堡 打碉堡 碰到戰車打戰車 碰到飛機打飛機 碰到飛機 可能那個叫色高 要另外控制 可是 這個就叫做 真正的軍事實力 所以回來了 美國在幫我們準備什麼 為什麼這次是 太平洋退休的陸戰隊司令 因為他為什麼不派 非洲司令部的司令 為什麼不派這個 北美司令部的司令 派太平洋陸戰隊的司令 因為他終於 就算前一段時間 加拉格爾講的 八萬人要 可能會登陸台灣 那登陸台灣 就要在胎岸作戰 那胎岸作戰 就用這些無人機或什麼的 他懂的是陸戰隊 而美國的陸戰隊 從什麼地方起家的 太平洋戰爭 所以其實美國就是 做好準備 所以才來看我們這些廠商 其實最精彩的是 他看我們哪些廠商 而那些廠商 你會發現 我們工業局可能還不知道 美軍都比我們清楚 是 非常謝謝創校哥 因為其實我們在談 這就是務實的軍事改革嗎 而不是直接講說 哇 我就派八萬名機器人 就沒事了 沒有務實的軍事改革 就是老武器 新生命 我們在A隊 A隊過去就是 機頭這邊有重型 坦克殺手 對 坦克殺手 他機頭這邊有重型的機砲 對不對 可是現在機砲沒用 沒關係 我擺16枚的GBU-39的小直徑炸彈 這小直徑炸彈丟出去後 他會自己透過衛星的標定 自己導航自己去設定 可以找到他的目標 超級軍工週報到台灣產業鏈曝光 因為各國產業來台灣看漢翔 還有金偉 這金偉科技我們坦白講 我們都預料到 對 昨天第一站到苗栗 到我的故鄉苗栗 竟然看了一個可以3D列印火箭的廠商 這個火箭廠商我細讀 我發現太多怪事了 他的火箭四射場地 在東台灣竟然用養蝦場 來去申請 然後被罰錢 可是 他真的厲害 可以3D列印火箭 然後這個廠商竟然是中東景招商 但我有趣的事情是 余當勳說 你看完這些新聞 台灣的軍工產業不得了 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這當然 其實台灣有很多的關鍵技術 但是台灣也缺很多關鍵技術 可是你只要有部分的關鍵技術 這些廠商才會來 你說國軍來講 他就說這不是國家的 這是商業行為 當然是商業行為 我跟你講當然是商業行為 你認為洛克希的馬丁公司 雷神公司 也不是國家的 他也不是國家的 他本來就是軍火科技廠商 那當這些軍火科技廠商 從地球的另外一端 坐飛機來你這邊 而且不是業務員來 他不是業務員來 都高層 這些在康英都說 你看又來販賣軍火了 這真的 你們階層 實在在軍中都當得太低了 來軍中販賣的是哪一些 是我們在漢光演習提出需求 對方的公司才會來 對我們的需求來提出 你是說台灣的軍工產業 已經上太空 對 已經有美國 洛克希的馬丁公司合作 跟還有一些老統派 還在哄 美國戰爭販子 禍害台灣 還在講說老掉牙的 他還認為說 這些是sales 是所有的這些業務員 來台灣販售軍火 不對 你會看到這麼高層的廠商來嗎 當然不是啊 他要跟你來談合作 那要跟你合作 就表示你有貨 我才會跟你合作 你的晶片的關鍵技術 你讓我的AI可以運作的動 我講最棒的程式是美國人寫的 是美國的這些工程師寫的 但是我寫出這個程式 我的運算不動 台灣的硬體牆 對我們跑得動 所以他來告訴你 看看能不能有合作的空間 另外講到那個所謂的3D列印的火箭 這點 所以不要笑人家吧 西瓜刀也有 我覺得台灣的廠商很厲害 就是很土砲 他們很土砲 可是他們就可以做出很厲害的東西 其實當時包含了經緯 在做無人機的時候 大家也認為說 這無人機不夠 用大疆就好了 用大疆就好了 為什麼要用經緯 可是經緯所展現出來 無人機的精準的程度 那是商規已經接近軍規 那就剛好遊走在那個邊緣 你只要允許他開放走軍規 他就變軍規 沒錯 所以他就有這個本事 所以誰看到了 美國的廠商看到了 與其我要全程包含了 空氣動力學 包含了引擎 包含了晶片 包含導航全部做 我不如找一家承受的廠商 我把關鍵技術給你 我立刻就成為一個 完整的一個軍工產業 好那這次很有趣 因為這次來台灣 除了25家美國軍工商場 還有一個關鍵 前太平洋陸戰隊 司令帶隊 換句話說 這完全不是只有商業層面的 他有軍事層面的 他是就太平洋陸戰隊的需求 美軍太平洋陸戰隊的需求 來台灣找廠商 你說這個很關鍵 因為我告訴大家 所有的軍火廠商 他是依據作戰需求 產生產品 那誰有作戰需求 當然要有作戰經驗的 所以要找一個 前太平洋陸戰隊司令部的 一個高級的長官 來這邊告訴你 這個符不符合你 當時濱海作戰 或者是跳島作戰的需求 那如果他覺得需要 那來看看台灣需不需要 如果台灣需要 在台灣當地有哪些產業鏈 可以跟我的技術結合 我不用把一個成品 飄洋過海運到台灣來 我只要運關鍵技術 關鍵的零組件來 在台灣就可以組合 這解決了很多的問題 第一個 台灣本身的製造問題 第二個 我不需要仰賴 所謂的後勤補給鏈 我只要關鍵的技術進來 我就可以完成成品 所以說這25個產業鏈 這個軍工業為什麼會來 就告訴你 現在台灣第一個需要 第一個 台灣有能力做 否則人家飄洋過海來 來觀光的嗎 大家想太多